動感校園顧名思義希望學校有多點動感 概念很簡單 體育堂有一些很簡易的運動 每個小朋友由開始上課的分鐘 至到下課的分鐘都是很開心 大概四年前 其實在機緣巧合 很多時候我都希望可以跟教育界的朋友分享 所以我就跟校長朋友聊聊 那些校長很鼓勵 希望可以有兩堂的體育堂在同一個時段發生 那間學校要給四至六個星期 然後我就有大概四至六個體育項目 其實我們通過我們是有很多改變的 求我們就是 make it fun 有很多不同的我們有些運動員的講者 能夠去到那間學校 都可以宣揚運動的精神 還有就是很多的小朋友 有見到很多不同的偶像 我們有警察義工 有紀律部隊很多不同的義工 其實他們有很多出色的 以前的出色的運動員 我們有校園小記者 我們專門希望可以訓練很多不同的同學 去訪問一些知名的運動員 第一期只有十二間學校 然後又有四十八間學校 然後再來的時候 就已經一學八不可收拾 已經七十間學校 但現在已經一百四十間學校 當時幸好馬海慈善基金很好 去贊助我們這個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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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有一隻 做了兩隻毛 現在總共 那兩隻健康毛 其實其中一隻 我們開籌的時候 我們叫做我景優秀 在我手 就要舉起大支 不必怕酒 不怕酸 用兩手 就是要用盡力的地方上有 是我的 是你的 太重齊齊 亂跳 不必怕酒 有下腰 另一刻 有自信 這隻舞 我們落到一間學校 校長很好 全家學校 二年班的學生 一起跳 那小朋友 其實很久沒有笑過 而校長說 突然很感動 他參得流淚 為甚麼 因為他看到學生 已經很久沒有笑過 他通過導師 很有義誠地教 他很開心 還有一件很重要的事 就是我們很多小朋友 通過這個動感校園 我們很多不同的練習 有很多隨他方園 他們有機會表演 一生人都未必有機會 上紅館表演 我們其實在動感校園 那些小朋友 其實在很多大型的運動會 之中 是表演了出來的 之前運動員 很多時候 運動員可能贏 只有一個 其實 全部一起去贏 其實未必是可能達到的 我們不是訓練一個運動員出來的 我們是希望 那些小朋友 先有個認知 那個過程 譬如你要練習很多 然後又要知道 遊戲規則是怎樣去做法 在開始的時候 其實很多的 教育界的朋友 都覺得很難哭 我出乎意料之外 其實很多校長 其實就是 有這樣的事情 好啊 我自己感受到 只要大家有這樣的 有志者的事件 很多時候都會應援到 只要大家有這樣的志向 其實是可以達成的